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理的 现在全部都有理 全部你看 风水怎样 还说轮流转回来 你没有感觉 所以你话留着不要讲出来 不要讲出来 都在班都很忙 都没有去哪里 都没有去什么 你都没有吃狗 吃狗愤怒吗 我叫你跑熟趟美狗好不好 你一定会跪下来求人 我老说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你看一起开始熟差 一个礼拜熟差刚好转过去 又回来 又转回来熟差 你来尾就十几天 不知道冬天还是夏天都分不清楚 时间到结果就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说那是一种心情 在工作中 你别人说有人坐飞机是 你没有感觉坐飞机上班的人很辛苦 如果没有可以问我们江总 坐飞机是快乐还是辛苦的 站起来上海帮的 坐飞机是高兴的还是辛苦的 要看心境 要看心境 如果坐上下班真的是很辛苦 我看上下班的人一上去就开始闭上眼睛 一下子晃晃就下去了 那个都是很累的 那不是理由 那不是理由 坐在高空上又是空气稀薄 所以重点在这 你有埋怨的时候 这些话他会养成一个不好的厨厂 就送给别人 别人接受到之后 他又会送回来给你 所以只要你发出去的声音奇言也论 他发出去的话是不好的 你讲这个人讲这件事 对方都没有听到 但那个厨厂都会送到那边 好奇怪 他只要遇到你的感觉就有点讨厌你 主动的 他为什么讨厌你 因为你常常打出不好的电波给他 他折射回来 所以你为什么会 你不然搞好人际关系 因为你常常讲出别人的坏话 那些人全部 你遇到这些不好的厨厂又折射给你 折射给你 你就是接受不是这些不好的 接受久了 你心情也不好 情绪也不好 久了久了身体也不健康 如果你打出这些厨厂都是好的 折射回来也是好的 会不会责论你 会责论啊 红光满面 对不对 春风得意啊 你觉得这么春哦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心情都是很好 明天也很好 昨天也很好 都是很好 因为你就是一直打出好的电波 折射回来就是好的 所以既然在修大 前几天有一个人 赖给我 说我以前都不会这样 我今天很近点想要杀人 我说可能 你那个社工书 社工的社工书白赌的 我说呢 社工那 心理诛伤出来 你是在扶导别人的 是不是 在你嘴巴 绝对不能说 我很烦 我很讨厌 我想要杀人 我想要被杀 我想要诛杀 我心情不好 我压力很大 这些话都不能在你嘴巴讲出来 别人可以讲 你都不能讲 说实在的 别人可以讲 修道人都不能讲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你既然都有那些东西 都会留在你的脸上 你的脸上留出来给人看的 都是缓缓缓的脸 很讨厌的脸 压力很大的脸 很可怜的脸 像谁 心变嘛 像谁你的心在改变 所以你要那种仁慈的心 只有你那种仁慈的心 为别人付出的 那种爱心更多 你会塑造敌人吗 你一点都不会有敌人 来 这是第三点 先然而后后 为众生的事情 我宁愿做在前面 对于输人的利益的事情 我宁愿排在后面 对于公众的问题 公众的事情 我要先做 就是众圣清凡 众圣清凡 我刚才讲过了 我们这样也在过日子 没有在修办的日子 他也是这样在过日子 我们很忙 他们也很忙 他就过一辈子 那一辈子的结果会一样吗 那当然会不一样 那当然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人的一生用心在哪里 他自然而然就会成就在哪里 他就成就在哪里 所以先而后就是众圣清凡 希望 你没办法说 你九分的环室 一分的圣室 希望你内心 既是说我灵验两分的圣室 八分的环室 再一段时间之后 我灵验三分的圣室 七分的环室 最好是五分五分 最好是九分的圣室 一分的环室 你把它试上看 当你做九分的圣室 一分的环室 如果你没有换出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好不好 如果有换出了你就高兴 只要你有那个心 上天自然而然 给你一条路 这是我上天的环室